大家好,我是黑双,观众黑双,健康瓜科 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非常简单异形的养生妙招 那就是垫脚 那么没错,就是我们小时候啊 有些时候会玩的那个小游戏 那么很多人都会问 那么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 它真的有用吗? 那么不要着急,听我慢慢道来 那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垫脚的一个历史 那么八段井啊,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健身功法 它起源于北宋时期 那么它呢,动作啊,比较优美柔顺 然后舒展大方而著称 被视为啊,去病健身的功法 那八段井呢,由八节动作组成 每一节动作呢,都有它独特的功效 比如说,调理脏腑,疏动经络 然后呢,增强气血的循环等等 那么关于这一个背后七颠百病箱 那么这一个动作呢,是八转井里面的第八个动作 也就是整套功法的收尾动作 那这一个动作呢,其实啊,就是垫脚 那么垫脚到底有什么样的神奇之处呢? 那么今天啊,就跟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垫脚的六大好处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垫脚呢,它是可以改善血液循环的 能够缓解腿部疼痛的 当我们啊,垫脚脚的时候 我们腿部的肌肉呢,就会收缩 那么这样子血管就好像做了一次按摩 那么促进这个血液啊,回流到我们的心脏 那么对于长期久坐或者久站的人群来讲呢 就特别有帮助 那很多人呢,经常会感觉到腿部沉重啊,酸痛啊 其实就是血液循环啊,不畅造成的 那么通过垫脚呢,我们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些症状 那么对于一些特殊职业的人群呢 比如说长期站立的收货员啊,教师啊 那么垫脚运动呢,尤为重要 他们可以在工作间隙呢,进行短暂的垫脚 这样子都能够有效的缓解下肢的疲劳 预防静脉曲张等等这些问题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垫脚吧 它能够锻炼腿部的肌肉 增强这种平衡的能力 那垫脚呢,看似是一个非常简单 其实是一项全面的这种腿部运动 根据相关的研究啊 就是垫脚呢,是可以激活 腿部的八块主要的肌肉群 包括小腿的三头肌 像比目鱼肌啊,还有禁锢前肌啊等等 那么长期的坚持垫脚的练习 不仅仅能够增加腿部的力量 还能够提高身体的平衡能力 那么这样子对于中老年人来讲 预防跌倒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老年人在开始练习的时候 可以扶着椅子或者墙壁确保安全 那么第三个好处的就是垫脚啊 它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 那很多人都可能不知道 其实我们垫脚呢,还是可以改善 帮助我们改善睡眠的 那么这是因为呢,垫脚可以促进这个血液循环 然后缓解下肢的疲劳,让人更容易入睡 那么第四个就是减少腰腿的疼痛 那么通过锻炼腿部的肌肉啊 我们可以减轻腿部的负担 缓解腿部的一个疼痛 它可以帮助缓解脚底的疼痛 那很多人啊,因为这种长时间的穿高跟鞋 或者长时间的站立会出现足底筋膜炎的问题 那么通过垫脚,它是可以拉伸足底筋膜的 缓解疼痛的 那么第五个呢 其实垫脚不仅仅对我们身体有帮助 其实对我们心理健康也是有积极的影响的 当我们垫起脚尖的时候 我们身体会自然的挺直 那么这种挺拔的这种姿势呢 会给人一种自信,给人一种积极的感觉 那么心理学的研究就表明 我们身体的姿势会影响我们的心理状态 所以呢,通过经常垫脚不仅仅能够增强我们的体质 还能够提升我们心理的健康 那么第六个呢 就是震动足根的时候 能够强盛见骨 那么古人云啊,受邀看足根 那么因为足根啊 它是跟我们圣经是密切相关的 那么我们经常的垫脚尖 然后呢,震动这个足根 能够刺激圣经 能够让我们圣气充足 经络通畅 然后呢,还能够对骨骼的健康有帮助 那么总的来说呢 其实垫脚这个简单的动作 蕴含着身后的养神智慧 它不仅仅呢,能够让我们身体更加强健 还能够让我们心理更加健康 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呢 它呢,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群 不管是年轻的 还是老年人 都能够从中受益 那么说了这么多好处 相信大家都迫不及待的 想要开始尝试了 那么接下来呢 就跟大家聊一聊正确的垫脚的方法 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那么首先呢 我们站立的姿势很重要 我们呢,双肩跟这个双腿呢 要同欢,双手呢 自然下垂或者扶着墙壁 保持平衡 然后呢 我们慢慢的抬起足根 然后呢 把重心转移到我们的脚掌的前部 还有足指 那么然后呢 坚持两到三秒 然后再缓慢的方向 那么这个过程不要太着急 不要急于休成 那么对于刚开始练习的朋友呢 建议每天垫脚呢 十分钟左右 可以分成几次来去进行 比如说早上五分钟 晚上睡前五分钟 那么刚开始练习的朋友呢 可以每次啊 一分钟开始 逐渐的增加到五分钟 那么随着练习的时间的增加呢 那么你会发现自己的平衡能力 还有腿部的力量 都会有明显的提升 那么除了站立 垫脚 坐着 其实躺着 也是可以进行类似的练习 比如说我们坐着也是可以重复这个垫脚的动作 三十到五十次 我们躺在床上的时候呢 而我们的脚呢 也是可以进行这种脚尖的一个 勾放的一个练习 勾放的一个练习 每次二十到三十下 那么这些动作其实都能够起到这个活血化育的作用 那么不过呢 在进行这个垫脚练习的时候 我们也是还有一些注意的事项 那么首先比如说动作一定要缓慢 不要用力过磨 以免拉伤脊肉 其次呢 如果感觉头晕 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不舒服 要立即停止 另外呢 对于有这种严重的下肢 血管疾病或者骨质疏松的朋友 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那么再说一说垫脚的一些小技巧 那么如果是你觉得单纯的垫脚 有点无聊 那么可以在垫脚的时候呢 同时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看电视 不要看太久 看广告的时候 可以利用这个广告的时间 进行一个垫脚的练习 那么对于办公室的白领来说呢 长时间的久坐 对健康非常独立 那么你可以在工作的间隙 站起来 稍微活动一下 做几次垫脚的练习 那这个不仅仅能够促进这个血循环 还能够缓解久坐 带来的疲劳感 带来的很多健康的一些负面影响 那么垫脚呢 还可以跟其他的运动结合起来 比如说在三步或者快坐的这种过程当中 我们走一段时间 走一百步 可以进行十次的垫脚的练习 那这样既能够增加这种运动的强度 又能够让锻炼更加有趣 所以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养成垫脚的好习惯 每天的抽出几分钟的时间 然后进行一个垫脚的练习 坚持下去 我相信不久之后呢 你会感觉到我们身体的一个变化 那么记住 健康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然后呢 垫脚是迈向健康的第一步 那么最后我想说的是 养生呢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需要长期的坚持 垫脚练习虽然简单 但是效果却是日积月累的 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垫脚 融入到这种日常生活当中去 让它成为一种习惯 那么健康的身体 是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基础 让我们一起通过这一个简单的动作 为自己的健康添砖加碗 好的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希望今天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 也欢迎大家 把这视频转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让大家都学会这些有用的健康知识 好的 关注黑生 健康不管课 我们下期再见